这则新闻就是 前缘大证券董事杜丽萍 他不是已经承认了 帮贬家搬了7亿4千元的现金吗 结果呢 这个检调呢 请了吴景茂跟杜丽萍两个人来对职的时候呢 吴景茂说 没有啊 不是杜丽萍来跟我一起搬的啊 是一个长头发 深褐色还戴了大墨镜的女的来跟我一起搬的啊 搞了半天呢 原来杜丽萍去搬钱的时候 便装来掩耳目 检调说贬家洗钱真的是已经洗到出城入化了 协助贬家搬运现金 前缘大证券董事杜丽萍交宝石一头短法 不过传出杜丽萍怕惹祸上身 替贬家搬钱的时候还特地变身戴假法 检方追查贬家资金 发现在洪山军倒贬期间 无数真相缘大请求帮忙 尝匿7.4亿元的现金 缘大董作马志玲一口答应 随后要杜丽萍帮忙搬钱 只是杜丽萍置之这些钱是缘大并付华金的汇款 担心以后被追查可能持上官司 在搬运当天还特地先戴了一头又卷又长的假发 把自己打扮得比实际年龄还要老 另外也戴了深色的太阳眼镜 就怕被认出身份 杜丽萍大被周章变身之后 才和一同搬钱的成员吴锦茂夫妇 和负责开车的吴文青 一起将国泰市华的7.4亿元搬到原大马家 就是之前有跟他一起到那个国泰市华银行那时候 有搬钱的时候 那他的模样是长头发是不是 这些详细的内容应该属于征讯内容 我不方便在这边讲什么 这个不是 这个就问特征组好不好 一同和杜丽萍搬钱的吴锦茂真的很低调 当时杜丽萍谈成一切 交往后的他在镜头前曝光 吴锦茂却认不出来 检方追查才发现杜丽萍搬钱的当天戴假发变装 只是刻意易容替扁夹搬钱 最后还是被特征组查出来功亏一篑 中天新闻春如综合报道